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一个物体里面 就是我们一个物体 让这个轴旋转 让这个O点旋转 那你随便挑一点 随便挑一点 那么 他对参考轴之间的夹角 不管这一点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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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角都是这个 当然你这个点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不过呢 他转过去 比如说从这里转到这里 这个是角位移 角位移大家都一样 这一点有这个角位移 他转过来了 这一点也有个角位移 这一点也有个角位移 这个角位移 所有的点都一样 还有角速度也都一样 像角位移 角速度 角速度就是等于 d omega over dt 每一点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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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量 它跟它的 r 这一点 跟参考点 参考轴之间的距离 跟这个距离都没有关系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另外有一种量 它呢 是跟参考轴 跟这个 r 有关的 跟 r 有关的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如果 omega 是 theta 的函数呢 它就等于 d omega over d theta 你看这一套跟我们的直线运动是一样的 跟直线运动里头的位移啊 速度啊 加速度啊 都一样的 好 这个是说 你如果知道 theta 是时间的函数 你可以用这个来求 omega to alpha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你知道它的 alpha 我们说若已知 alpha 可求 omega 那这个方法就跟我们直线运动是一样的 那你就由 alpha等于 d omega over dt 开始 我两边都乘 两边都乘 dt 那这个式子就可以化成 alpha dt 然后两边积分 然后两边积分 两边积分 d omega 要等于 alpha dt 积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omega 积出来啊 omega 通常呢 它积分以后有一个常数 连同这个积分有一个常数 我们一起摆在这里 那么这个常数啊 就是由它的起初状态来决定 你看这个跟我们直线运动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知道 omega 以后要求 theta 也是一样 以至 omega 求 theta 你也是从 omega 这个定义开始 那你就可以得 b theta 等于 omega dt 好 两边都积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 theta 等于 omega dt 加 c2 这个都一样啊 所以我就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仔细 不详细去谈了 那你就可以类比 直线运动 它的式子是什么 这个式子跟它的形态一样 那么如果说 alpha 是等于定值 我们也可以得 三个式子 跟直线运动的 运动方程是一样 那就是 theta 要等于 theta 0 加上 omega t 加上二分之一 alpha t 平方 好 omega 要等于 omega 0 加上 alpha t 还有 omega 平方 等于 omega 0 平方 加2 alpha theta 减 theta 0 这个是等角加速运动 等角加速运动 都跟等加速运动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不去仔细推达了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CT做一做 熟悉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 在转动的物体当中 在转动的物体当中 刚刚谈到的 几个量 那这样 ceta omega alpha 这个跟 里头指点在哪一个位置 没有关系 大家都一样 只要它是一个钢体 它有固定的形状 这个形状不会改变的话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几个量 物理量 指点位置不一样 那么这些量就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个物体 它绕这一点在转动 这是它的参考轴 参考轴 它如果转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它转动的轨迹 它如果转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是delta theta 是它的角位移 角位移 那么它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段就是它的delta s 经过的路径 经过的路径 它的路径呢 r 要等于 delta theta 我们说delta s 我们说delta s 要等于r delta theta delta theta 大家都一样啊 但是你的r不同的话呢 你的delta s 就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一点它同时转到这里来 它转到这里 它转到这里 跟这一点转到这里 都是这样的一个角位移 但是它们转过的路径不一样 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短 这个比较长 所以delta s 等于r delta theta 好 那么 因为这个是在 随着时间在改变 这个也随时间在改变 如果这一点固定的话 r是不变的 我们看某一点 看某一点就是r是固定了 那么这个改变 这个就改变 所以我们两边都对时间来做微分 或者被delta t来除 然后take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那么我们就有 这样 我们就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就是什么 v 要等于 ds over dt 那么它就等于这个 变成d theta over dt 好 这个等于什么 r omega 好 这个就是那一点的切线速度 它不是在转动吗 某一瞬间的切线速度 是等于它 参考点的距离乘上它的角速度 角速度 角速度每一点都一样 但是你这个点的r不一样啊 它的切线速度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ok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一个转动的物体 好 那么它在某一瞬间 它有一个加速度 因为这个指点 它的轨迹是一个 是一个弧形 是一个弧形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 比如说 我们假定它加速度在这里 ok 加速度 好 那么它就会有 切线加速度 也有法线加速度 这是an ok 那么它在转动的时候 它的角加速度是alpha 那么这个是切线加速度 那么这个是切线加速度 这个是an 那么它这一瞬间它的瞬时速度是omega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at呢 at是等于dV over dt 速度 速度的时间变化率 而速度是等于r omega r omega r omega over dt 因此 因此它就是r 提出来 因为你要看某一点嘛 某一点的话 它的r是固定的嘛 所以就变成r alpha at等于r alpha ok 好 那么an等于什么呢 an 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等于v平方over r 那么v是等于r 那么v是等于r 那么它就等于r ohmega 平方 ok 这个是 你这两个都要记 an等于这个 又等于这个 这个 这些量 an at v 还有这一边的v v v是等于r ohmega 那你这个如果接近于 0的话 那么就是r dθ 或者说s 等于rθ 这些量 都是跟r有关的 跟r有关的 要记起来 好 好 那么 我们节省一些时间 这个 例题啊 我就不去讲它了 你们自己回去要看你们书上的例题 啊 书上的例题要仔细看 ok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转动的动力学 这些是转动的运动学了 我们只管它的速度 加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我们不管它为什么会有加速度 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它 它受力 受力举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 脚加速度 啊 那么这个力 力举跟脚加速度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啊 那么这就是动力学 就好像我们在讲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本来是外力的合力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当质点的质量保持定值的时候 外力的合力就等于质量乘加速度 啊 这就是它的动力学的一个方程式 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转动物体里面 它的动力学 转动动力学 好 好 假定这是转动物体里头的 某一个质量 MI M质量是 DI点的质量 那现在这个 指点呢 它受一个力 是往这个方向的 FI 这是 DI个指点的外力 那么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指点呢 分作 把这个力分作 把这个力分作 切线分量 与法线分量 与法线分量 我们就写 T FIT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法线分量 F I Normal compon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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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我们现在看这个 由 因为 你把它当作一个指点 你只看它是一个指点 那么指点受力 指点受力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FI 是等于 因为它的质量不会变嘛 那就是等于 AI AI 对不对 牛顿第二定律 然后AI又分成两个 分成这个 分成这个 两部分 就是 MI AT 加上 AN 那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个 AI AT 我们I 就先不要写了嘛 OK 好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力是画这一边嘛 其实力应该朝这一边的 A N AN OK 那么这是它受的力 F等于M AN 加AT 加AT 那么 假如我们把这个 RI 算进去 力矩呢 我们讲过是 R CROSS F RCROSS F RI是这个 RCROSS F 我们说 TALK I 是等于 R R I CROSS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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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F R A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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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 RI RI CROSS 我們把它寫起來好了 這個是AR 它在這個方向 這個跟這個是同方向 同方向你CROSS以後就是0 就是0 所以這個就變成 這個跟這個 90度 相差90度 所以它就是等於 它有一個M FI 這裡有一個M M我們把它寫到前面來 寫到後面 MI 所以它就等於MI MI RI CROSS RI 大小就是 等於RI平方 然後乘上α 乘上α 方向呢 方向 R CROSS AT 朝黑板的外面 朝黑板的外面 OK 這個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用文字來寫 朝向 就是出紙面 你們是紙的 我這是黑板的 紙向出黑板面 這個是大小 這個是它的方向 OK 那現在 你也可以怎麼樣 表示呢 我們把這個 向量加在這裡也可以 那麼R θ 跟Σ 跟Σ 的方向 我們就是用右手定折 右手定折 如果θ 是 像這個 θ 從這邊轉過去 那麼你就指θ 方向是這個 那它就是這樣轉過去 Omega 也是一樣 如果它旋轉的角速度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Omega 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寫 Omega 向量 就是指這個物體是這樣子旋轉 如果Omega 是這樣子 這個物體怎麼旋轉 這樣旋轉 這樣旋轉 OK Alpha 也一樣喔 Alpha 現在是向這個方向旋轉 Alpha 朝這個方向 那它整個的TALK 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向量加在那裡 好 那麼全部物體呢 它不只這一個指點呢 它好多個指點呢 每一個指點都有這樣的一個TALK 那麼所以 物體受的總立局 物體的總外力局 物體的總外力局 Sigma I 我們就把它寫成 Sigma External TALK 外力局 因為它是鋼體嘛 鋼體彼此之間的這個作用力啊 頂多只有什麼 Gramitational Force 但是這個力啊 大小 兩個 瘦的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全部加起來就是0 那麼它就等於 這一邊 我們把它全部加起來 MI RI平方 這個 有I的 我們把它 括弧在一起 Alpha 沒有I 我們就把這個式子呢 寫成I Alpha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參考軸 O 參考點是O O 就是軸經過O 點 於是我們就把這裡加一個O 它跟這個 其實要同一個 同一個參考點 總力局 總力局跟這個 總的 總力局跟它的轉動慣量 這叫轉動慣量 要有同一個參考點 好 那麼這個地方的I就是什麼東西呢 I 通常這個都不寫 就是等於Sigma MI RI平方 這個叫物體的轉動慣量 這個叫物體的轉動慣量 轉動慣量 好 那麼 這個是 這個東西跟什麼有關呢 我們把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現在是這個式子 通常這個I我們都不寫O 就是跟它同一個參考點 跟這個比較 Sigma F External 要等於MA A 這個是質量不改變的質點 受外力的時候 它的外力與加速度的關係 跟這個關係類比啊 非常非常的像 那麼移動的時候 物體受外力 會影響它的運動 那麼它受外力局 會影響它的轉動運動 那麼受外力的時候 然後這個物體的運動狀況 會改變 就是速度會改變 那麼轉動的物體受外力局 它的角速度會改變 OK 這個是我們說過 是物體的一個本質 這次有考出來 M 我們當初怎麼樣子來定義它 這題目不是我出的 但是大家都很重視這樣的 就是一個物體 受外力的時候 會產生加速度 那麼它的外力跟加速度的比 跟這個物體的本質有關係 它的F跟A的比等於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就是M 就是代表這個物體的一個本質 就是它的質量 就是這麼簡單 你當初我在講這個定義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聽啊 有沒有花一點心思去了解它 都不理對不對 都不理 五分 是不是五分啊 那你這個 所以以後定義要記住 所以這個是什麼 轉動物體的一個本質 就好像慣性一樣 你質量越大 你要達到一定的加速度 你要 要 用的外力要很大 這個小的話呢 外力就比較小 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如果慣性 它的轉動慣量比較大的物體 你要產生一定量的α 你用的tok要比較大 好像那個大的機器上面的飛輪 你要去轉動它 到某一個加速度 你要加好大的力矩 但是小小的一個 叫它車輪 你要它產生一個加速度啊 你這麼一個手指頭就夠了 這麼小的力矩就夠了 所以這個是它轉動的一個 等性 好 這個是 轉動慣量 那麼我們現在看看 轉動慣量 我們通常怎麼計算呢 如果我們看的這個物體是一個系統 是一個一群指點所構成的 比如說 我有好幾個指點 M1 M2 M3 M4 它繞這個軸旋轉 繞這個軸旋轉 好 那麼我們要算它的 轉動慣量 這是它的垂直距離 RIR1 好 好 這一點是它的垂直距離 RIR2 好 這個是這一點的垂直距離 RIR3 好 這個是 這一點的垂直距離 RIR4 好 就這個指點群 的轉動慣量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就可以了 I 是等於Sigma MI RI平方 它是跟直點的質量成這樣比 跟這個指點 與轉軸之間距離的平方成整比 好 那這個很簡單 它就是等於 M1 R1平方 M2 R2平方 M3 R3 square L 再加上M4 R4 square OK 這個就是 一群指點的 轉動慣量 那麼如果它不是一群指點 它是一個物體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物體 它繞這個軸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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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轉動慣量我們怎麼求呢 它的密度Row 是位置的函數 就是說它的 這是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 不規則的物體 它的密度啊 處處都不一樣 它繞這個軸旋轉 它的轉動慣量要怎麼做 那維基門教我們 你可以把這個物體啊 分割成無限多個小小的指點 無限多個 比如說這就是其中的一個 它的體積是dV dV 好 那你這個dV乘上Row 就等於這個指點的質量啊 如果它跟這個轉軸之間的距離是R R的話呢 那麼這個小質量對轉軸就有一個小小的 Di 小小的轉動慣量 這小小的轉動慣量就等於 Dm乘上R 平方啊 好 所有的 指點 都像這個樣子 求出來以後 我們說 它的總的轉動慣量 就等於 好多好多這種小指點的 小小的轉動慣量的總和 就是這個積分 那就是這邊的積分啊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R平方 這個是Row 我們先寫Row好了 Row R平方 dV啊 你整個 整個這個 物體的體積你都把它擠起來 這個就是 這種物體的轉動慣量 好 那麼我們下一次舉這個例子給各位看 怎麼用來計算轉動慣量 我們會求轉動慣量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做動力學的題目 好